单线设计的步骤和之前是一样的 先运行这些用力 然后收服成功 然后再开发新的用力 但这个地方我想简化一下流程 我们看代码 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写好了 广场业的单线设计用力 和个人主页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这两个对比一下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个人主页需要传一个name 就接口的时候 广场业还不需要传 还更简单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代码给加上 直接把这个square的test了JS给写上 写上之后呢 其实这个怎么去访问啊 等等这些和个人主页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就重新去收写了 写上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一块跑一遍 没有报错对吧 没有报错 至少是说明我们 这个广场业的测试没问题 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用力也没有问题 那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因为它这个测试用力和个人主页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这么简化的写了 要不然的话 每次都重新写 有点浪费时间了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增加了个测试用力 那我们就可以把代码提一下 广场单元测试 好 好按惯例呢 我们在checkout 就是切换到master分支 然后拉一下master分支 然后我们去modge一下这个future square这个分支 然后post也要master分支 OK 那到此为止 这个广场业的所有的代码 以及代码测试的代码呢 我们就已经写完 这部分就已经结束了 就这部分的关键呢 就在于这个缓存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总结 缓存 这个关键在于缓存 某板和路由这一块 都和跟主要差不多 关键在于缓存 缓存的凑据都该怎么弄 然后贷带更多 和代码测试也都一样的 主要是缓存 你能通过这个微博广场 算是这一张嘛 虽然内容比较少 能把这个缓存这个东西搞明白 它把它的流程 它的机制给搞明白 它如果实现的给搞明白 那功能什么样的 我们不管 能把这个缓存这个机制给搞明白 那这一张你就算是达到目的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一张呢 接下来再做呢 就是做一些和首页相关的东西 就比如说首页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关注人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就再做一个 关注和取消关注的一个功能 这块呢 是用户之间这个关注关系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那下一张内容呢 可能会稍微多一点